不过有民众到台南一间老店用餐 点了一桌菜有猪脚猪心等等 总共花费1600元 但是他说店家没菜单没标价 提醒大家别被当盘子 新鲜猪心切成薄片放入小杯子里 淋上热汤 再隔水加热 放入姜丝提味 这是台南古早味的猪心汤 而Q弹的猪脚也是简单过水 加入酱油糕蒜头就很好吃 这间老店就像在地人的厨房 不过却被来台南旅游的民众 抱怨没菜单感受差 吃一餐要花1600元 感觉被当作是盘子 那么多人吃1600 你平均下来一个人几百块一小吃来讲 其实我觉得差不多价钱 老板不会乱开价 不会不会不会 因为这么多年来都是这个价钱 他没有菜单 他没有这个标价 看他啦看老板愿不愿意做 就是老板不来 会啦 会来 现在有些年轻人都不会比 都不会吃 老顾客似乎很习惯 老店没菜单 没标价 来看看抱怨民众PO的照片 大份的腰子320 大份猪脚240 大份猪肝240 四个人都叫了一碗猪心冬粉 240元 总共是1040元 离开前点了外带 大份猪脚240 大份腰子320 总共560 总花费1600元 民众抱怨太贵了 做生意做买60年 以后别人报 我说话要带他 做生意就是这样 不欢迎就好了 业者强调 数十年前就是这个价格 没涨价也不想标价 若是消费者无法接受 可以到别处用餐 看来如果想要品尝老店的古早味 还是问清楚价格 避免纠纷 东森新闻蝗虫群 在台南的采访华导 看盘通算赶快来按赞 东森财经24小时股市直播 来咯 快点扫QR Code加入 让我们来陪着你们看盘 最及时的盘中资讯 最权威的投资分析 满满一整天盘后交战 都在东森财经24小时股市直播